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公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 闲话本来是闲懒无用 无价值失业的意思 后来引申为不经意 闲话就是指不重要没有价值的话 一个人也许在松懈的时候 说了一些在公众面前 绝不会说的粗俗话 这些话可能会使人牢记不忘 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 他说宁可偶然抛直一块石头 不愿意说一句偶然的话 有时一句不经意说出来的话 却成为伤害人或污秽的言语 难以收回 必要句句公出来 公原文是给偿妇偿还报应的意思 在彼得前书四章五节说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在这里讲到我们将来要在主面前交账 公就翻译成交账 另外在七四路二十二章十二节说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这里又提到将来在主面前的审判 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 因此必要句句公出来 可以翻译成必要为此做出交代 都要交账 定理为义和定理有罪都是指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面临审判 非基督徒的审判决定进入地狱火湖的结局 针对基督徒的审判 要决定一个基督徒得胜或不得胜的结果 而这审判的标准就是根据他们在地上的言语行为 忠心与否等等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忽所说的话语 因为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公出来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有一天在主的审判台前 连我们所说的闲话都要公出来 更何况那些批评论断诡诈不实的话语呢 求圣灵帮助我们 常常勒住我们的口 在话语上追求完全